我们先来准备一小扎这个梅菜干 这是梅粥的特产 用热水给它泡个30分钟 泡软了之后再来清洗 我们再来准备一条五花肉 给它切成大块 梅菜干泡软了之后 用清水给它多漂洗几遍 我们这个梅菜干它是没有腌制的 跟绍兴的梅干菜还是有点区别的 接着来起锅 干锅炒香梅菜干 炒香了之后就先给它铲出来 再重新起锅放少少的油 把五花肉放进来煸香 这五花肉煎到表面都金黄了 煎出了很多油 把这些油先给它铲掉一些 然后来调味 加入生抽 一点点盐 多一点的白糖 再给它炒匀 再加入蒜末 梅菜干 先把梅菜干跟蒜末给它炒香 然后再搂在一起炒 拿个深一点的碗给它装起来 接着我们再上锅 水开了之后压15分钟 像泡泡的梅菜干五花肉就做好了 通常我会把它扣过来 这样做出来梅菜干五花肉它是特别香的 肉里面有满满的梅菜干味 然后这个梅菜干它要吸收了肉香 超级下饭 肉也是特别香 一口一个超过瘾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面 clue 妈妈 你太 baked了吧 你是儿子 'M hando 自己 beginning aliment 我们 我们的蜂蜜 我们的大部分 你们来 鱼 感谢观看